大家好,这里是老范讲故事 昨天有一个视频突然火遍全网 这个视频叫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对吧 所以到今天,今天是7月26号 这个视频是7月25号被上传上来的 传到B站 现在已经四处都在传播了 甚至还有很多人在知乎上开始写文章 说这个事情的感受如何了 已经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播放的数据我刚才在B站上查了一下 这个我估计应该还不是一个全网播放数据了 虽然它写的叫未经作者授权禁止转载 但是肯定是已经转出去了 这个视频是2022年7月25日早晨8点整播放了 放上来的 这个时间点应该是一个设好的时间 要不然不会这么整 它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整的一个时间点 现在是在B站上叫全网排行 排行榜最高第一名 全网排行榜最高第一名 播放了是1282.9万次 但是这个数据肯定还在不停的在涨 再加上外场播的我估计现在可能已经播了有几千万次了 这个是就是在B站之外播的 应该有几千万次了 然后呢这个评论7.7万条 这个是很恐怖的 甚至呢还有16万人正在看 因为B站是可以打弹幕的嘛 然后已经填充了3000条弹幕 大量的人在上面发弹幕 213.8万个赞 然后呢这个收藏了这个叫做104.2万次 转发了85.1万次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数据 这是在B站上 这个是什么情况 对吧 就是故事先跟大家讲解 这是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我待会呢会把这个B站的这个链接啊 放在我那个简介里 就是你有兴趣 你可以点如果没看过 可以点开看一次 还是感动了很多人啊 而且这个事真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每个人都可以从他身上 看到一些自己身上的影子 看到一些自己身上的影子 他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是某一个小编啊 或者是说这个拍摄者吧 这个人呢北漂九年啊 回到老家 肯定是这个满身疲惫嘛 现在在北京飘着这种 可能大厂的呀 或者什么 因为写成这样的文字 然后能够拍出这样的内容来 可能是一个大厂的一个 至少是一个跟内容相关的一个创作者吧 然后这个人呢 这个回家了啊 回到老家 农村老家 这个农村呢 只剩下老人了啊 就是这个 他这村里就没什么年轻人了 年轻人都跑了 全是老头老太太 这个讲了啊 讲他二舅的故事 中国呢 二舅呢 就是他们 但是他们家肯定有大酒啊 这个但是 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 又说不太清楚 因为他们家呢 从头到尾没有提这个大酒 对吧 他呢 母亲应该是一个二舅的妹妹 他们家应该是四个兄弟姐妹 这个 两个舅舅 然后呢 他妈妈和一个姨啊 大概是这样 他妈应该是老小 他就讲他二舅的故事 二舅呢 是一个天才 从小啊 考第一 但是呢 上到初中 突然发烧 给这个林隔壁村的这个医生来了 给打了四针 打完四针 直接这人就废了啊 就残废了 腿动不了了 估计是 可能打的是青霉素 还是打的什么东西 反正就就这样了 然后呢 就自暴自弃啊 一年就没有下床 天天在床上看这个叫赤脚医生手册 看完了以后呢 发现治不了自己 然后就彻底放弃了 躺了一年以后呢 这个就开始坐在院子里头 坐井观天啊 又又看了一段时间 然后看了来 来了个木匠啊 这个人呢 他肯定很聪明 看了木匠 干了三天活以后 觉得我学会了啊 那咱们就开始做木匠 然后呢 他二舅这一辈子呢 基本上是个木匠 然后呢 以及各种维修 只要什么东西到他手里头 拆不拆不就能装回去 对吧 就能给人修好了啊 这个呢 这个呢 是这个 叫做什么呢 啊 这个就是他二舅的一个大的一个人设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 这个瘸啊 就是他们管他叫歪子啊 就是有一条腿是瘸的 走呢 也走不利索 啊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 但是呢 手艺很好 然后呢 人又不善交际 不善言谈 但是特别肯干活啊 这样的一个人 他这个 他里头讲的啊 有一句话 叫我的二舅总有办法 对吧 这个他其实是他整个体现的一个中心思想点 就是他二舅 甭管什么事 到他二舅手里 这事都能处理掉 都能办掉 哪怕是这个什么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事情 都能都能给你想出招来啊 叫我的二舅总有办法 这个 甚至呢 他比如说啊 中间有一段时间 跑到这个北京一个大军队大院里 住了一段时间 然后也天天帮人干活 天天帮人干活 混了一好人员 当到他们澡堂里洗澡 所以老头帮他搓澡搓背 那老头是他们首长 对吧 当时把他那个堂弟 就是他那个住在北京投奔他堂弟嘛 把他堂弟都吓着了 然后等回到这个什么 叫做农村以后 说北京怎么样啊 说北京人搓澡的功夫不错 对吧 找了一个大领导给他搓了个背 这个呢 其实也是一种嬉笑弄骂 就是我虽然穷 虽然这个过的日子苦 对吧 但是也在北京让大领导给搓过背 这样的一种啊 很很不济的一个一个状态吧 来给大家表现出来 然后呢 这个人呢 就是他里头有很多很多细节 大概11分钟啊 这个视频一共11分钟 然后呢 包括啊 他妹妹结婚 然后呢 这个他这二舅呢 就做了一整套的家具 一整套家具完全手打 然后做的非常非常精细 这个为什么呢 就希望婆家呀 能够对他妹妹好点 对吧 因为那时候家里穷嘛 对吧 把妹妹嫁出去了 然后这个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 对吧 就给妹妹打了一整套的家具 然后说那个家具上还写的上海牌 怎么有上海牌家具呢 就是他他又写了啊 他说我舅舅总是有办法的 对吧 这个你要上海牌 北京牌 香港牌都有 对吧 什么样的牌子 他就他都给你贴上啊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后来呢 还这个领养了一个小女孩啊 这个一辈子没结婚吧 里头有一段他二舅的这个爱情生活啊 但是这个也很怪 有兴趣 大家自己去看 然后呢 这个一辈子也没结婚啊 领养了一个小女孩 这个什么呢 这个这个他这个二舅呢 四处做木匠活 哎最后呢 帮这个小女孩结婚的时候买了房 对吧 就是在县城啊 他小女孩是在县城里住 这个找到男朋友结婚20万的房啊 他二舅出了十几万 对吧 记上这个账 说我在哪给谁谁家做了一个什么板凳啊 什么 挣了一点钱 咱那怎么攒了一点钱啊 十几万在县城里买了套房 哎 说这就是中国父母啊 给这定了这样的一个调子啊 中国父母就是这样啊 伺候带着孩子长大啊 这个啊 拉扯这个孩子 说从小也没怎么教育 给这孩子啊 但是呢 这个孩子极其孝顺啊 是整个村子里最孝顺的 因为他一村子里头全是老人了吗 没有好小孩吗 就只有他妹妹啊 他这个领养的这个孩子啊 他这个妹妹还回来看一看 这个呢 说现在啊 这个二舅呢 就在家里头陪着姥姥过日子 他其他人呢 就已经不在家里头了 大概都在外边分家单过了 只有这个二舅啊 一个66岁的老头 带着88岁的老娘啊 走在那啊 走在哪都带着 而且呢 是这个 他这个姥姥呢 走十分钟啊 或者走多少米 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为什么呢 因为他二舅这个腿瘸嘛 所以呢 他这个每过这个十分 多数步以后 他这个二舅就会落下一段 他跟不上 然后呢 等这个坐下来歇一会儿 正好等他这个二舅走到了 然后两个人再站起来 一些往前走 就是这种默契啊 这种默契 大家这个虽然日子并不好啊 也挺轻苦的 但是呢 大家反正也是 这个一些老人啊 或者一个一个66岁的老人啊 照顾老娘啊 在这个村子里头生活着 啊 这个叫百善孝为先嘛 就中国传统文化嘛 要要先啊 这个宣传这个东西 然后他这个养女呢 啊 时常探望啊 然后最后得出了一个什么结论呢 哎 叫孝道被传承了啊 这个言传身教 对吧 你从小也没什么教育 而且他二舅从小就 这个就是 就是小小孩小的时候 他就也不也不管啊 就出去这个给人打家具 去干活 攒这十几万 给他小孩买房 哎 就干这件事 对吧 但是呢 你干了什么 你在家里对老人很好 对什么这个事 女孩看见了 然后呢 哎 也学会了一件事啊 最孝顺 哎 讲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啊 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观点呢 总结一下说这个为什么会突然在这个时候啊感动这么多人啊 这种就是说你说这个是一个阴谋吗 或者说是一个有人花钱去推的吗 不知道啊 因为这种片子以前没有过对吧 你突然出来以后谁谁也不敢上来就砸大钱去推他 哪怕说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编造的故事 完完全全这个呃 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啊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对吧 就是有可能这个这个完全是这个呃 大家就是写了这么一个段子出来啊 这个呃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哎 但是这个片子呢 还是说他感动了很多人 就是他一个事物的传播一定是感动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对吧 哎 你说我这个就想大力出息息 我只要想推广 我就一定能推得出去这种东西有吗 哎 别想这事 这个咱们看看今儿头条 对吧 你们打开今儿头条看看任何这个特别是这个呃 最主栏目的第一条是什么 哎 你们认为那一条有多少人点开看 对吧 大家这个具体是什么我就不在那讲了 就是任何时间一天24小时 任何人在任何地点你打开今儿头条 首页的第一条第二条都不会有人看的啊 或者看的人很少 这个你们自己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对吧 所以这个大力是出不了奇迹的 一定是真正要感动人的人才啊 感动人的事情才能出奇迹 对吧 这个啊 大家才会真正爱看啊 真正爱看 他这个片子里头到底在说什么 他最后总结了一些东西很有趣啊 第一个 叫世界上第一快乐的人 是不需要对别人负责任的人 他说他二舅是整个村子里第二快乐的人 第一快乐的人呢 应该是一个傻子 对吧 就是反正或者是一个小孩吧 就是每天快乐的玩耍 那么一个人 哎 说这个啊 世界上第一快乐的人 是不需要对别人负责任的人 然后第二快乐的人 是不需要回头看的人 他二舅是个不需要回头看的人 啊 第二快乐 没有那个完全无忧无忧无虑 完全不需要负责任的人 没有那个人快乐 对吧 但是呢 啊 这个人说你虽然有各种痛苦 对吧 你是从小时候这个 呃 最聪明的孩子 然后永远是那个考第一的孩子 然后就残废了 然后残废了以后呢 然后这个四处去学了手艺 然后四处去给人干活 干了一辈子 对吧 也没有结婚 也没有自己的孩子 然后照顾老娘在家里头 啊 这样的一个人 而且村子里头所有东西 除了汽车 智能手机和电脑之外 没有一样东西 他不会修的 然后村子里头有任何人说 哎呀那家里有啥坏了的找他 说啊你给来修修啊 他就去给人修去 哎 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说我从来不回头看 过去的日子有多苦 无所谓了啊 我就往前走了 哎 这个是一个 真正要去推的事情啊 真正要去推的事情 然后呢 他在里头最后讲说遗憾 啊 说这个 你想这样的一个人 有多少遗憾 他本来可以上大学 本来可以这个 可能有这个更好的工作和生活 可以组建自己的家庭 对吧 这样的一个人啊 他有什么遗憾 他就问他二舅说你你遗憾吗 他二舅说没啥遗憾的 对吧 哎 他说人生最大的遗憾 就是一直在遗憾过去的遗憾 就是很多人死的时候说 哎呀 我这本叫自怨自意吗 这个事就是 人生最大的遗憾啊 就是一直在遗憾过去的遗憾 然后呢 遗憾在电影里 是主角崛起的前夕 你一遗憾了 这个主角就要起飞了 在生活里 是让人沉沦的毒药啊 你天天在这自怨自意 这个事是不行的 哎 你就会这个这个日子就没法过了 哎 人就沉沦下去了 最后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人生啊 最重要的不是胡一把好牌 而是打好一把烂牌 啊 这个是他整个的这个最后的一个结果啊 现在咱们手里头肯定是每个人手里都是一把烂牌 就是真正谁手里有一把好牌的人 估计都润出去了 哎 国内的人估计全是一手烂牌 哎 那么就是咱们好牌没有了 要把这手烂牌打好啊 要把这手烂牌打好啊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现在啊 这要反躺平反摆烂啊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 就中国人其实是不喜欢躺平和摆烂 只有在什么时候躺平和摆烂 因为我们从小信的是要王侯将相命有种乎 对吧 我们是不服的啊 我们一定是凭什么是你凭什么不是我的那样的一个一个民族 这样的一个民族在什么情况下会躺平和摆烂 就是前头没有出路了嘛 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那个什么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出去这个地方 对吧 啊 才会有去躺平和摆烂 但是呢 也有很多人啊 这个 看到了问题啊 看到了这个 说我们不能再这么干了 我们一定要这个 呃 站起来 一定要像这个 就是再怎么着 他最后写说啊 你看 我也上了大学了 我也到大城市了 我也怎么怎么样了 再怎么差 我能比我二旧差吗 他想了这么个话 对吧 他都能够啊 积极快乐的不回头啊 走过一生 啊 甚至现在还没有到一生 还要积极快乐的活下去 对吧 我们有什么可自怨自艺的 为什么要去躺平 为什么要去摆烂 其实他整个讲的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之所以能够突然引起大家的共鸣 无数人在推特上 在这个微博上 在抖音上 在b站上 在各种地方去讲这个事情 对吧 再去讨论这个事情 它触动了我们的内心 就是我们一方面在喊着躺平摆烂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躺平 不能摆烂 对吧 我们也知道说啊 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我们要去拼搏 要去奋斗 这个是真正这个东西啊 这条视频啊 触动人心的地方 每个人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说 哎 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东西 我这个群里头啊 这个discord群里头有一个顶级工程师 对吧 他看完了以后说 我看到的就是他学了门手艺 学了门手艺最重要 对吧 工程师他就看到这个 因为他有一个一门手艺 他这门手艺可能是在整个行业里头 算是拔尖的了 对吧 那他可能每个人看到的 就是会在这上面看到自己身上的影子 哎 这个里边包含了很多东西 就这一条啊 别看11分钟不长 语速也不快 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第一个呢 叫过去的回忆 对吧 这个里头实际上在张同学啊 在什么很多这样的节目里的都有啊 过去的回忆 因为呢 这个农村里的这些场景 就是我们过去的回忆 以前就是这样了 而且包括他讲他二舅啊 在这个现在60多嘛 66了啊 在这个以前怎么去上小学 怎么去上中学 然后那个时候的医疗制度怎么样 后来给生产队做板凳 做一个板凳 挣一毛钱 可以养活自己了 对吧 到最后说生产队没有了 改革开放了 这些东西就是过去的回忆 然后呢 身残至尖的故事啊 他二舅残废了 虽然颓废了一年 但是呢 依然活出了自己的人生 然后呢 学霸的这个陨落 对吧 没有什么小镇做题家 没有什么这些东西 这个人啊 原来是学霸 但是呢 后来残废了 没有走到原来应该走的那条路上去 也讲了一遍 然后自强不息 总有办法 这个是中国人真正要去做的事情 就是他总是有招了 对吧 这个是 他也是讲到了 这个就会看到这个传统的中国人啊 就是在勤奋中透着一丝狡诈的中国人 对吧 而且是这种子孙崇拜 然后我要为了子女 然后攒一辈子钱去给他买一套房 走这条东西给大家讲 这个讲了大量的这个 中国人的这种民族性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很能触动中国人 他不是李子柒的那种农村 对吧 他是这个 这种二旧的农村啊 这个破破烂烂的 村子里的只有老人 没有年轻人 对吧 甚至为了说我为什么只有老人 说这个你看 听到这个外边敲锣的声音了吗 听到放鞭炮的声音了吗 他说不是在这个什么啊 不是在有谁家办喜事 而是要赶野猪 因为年轻人都不在了 村子里没有人气了 哎野猪进村了 这个是会破坏张家啊 甚至会伤人 哎 所以他们要去这个 晚上呢 要不停的要敲锣 要放鞭炮 要把野猪赶走 对吧 他一直到最后还在 有这个鞭炮声在这个村子里头 在响起来 白天晚上都在放 哎 农村的老年人问题 然后呢 孝道传承 也讲了一下 对吧 他这个二舅很孝顺 然后呢 这个里头没有讲任何一句 他大舅 对吧 他自己的妈妈 然后他的大姨 都讲了 但是他大舅 一句话没说啊 一句话没说 不知道有什么怨念吧 也可能大家过一段时间 会再看到他大舅的故事 也不一定啊 也不一定 哎 这个 但是呢 他讲到了 他二舅很孝顺 他二舅的养女 虽然小时候啊 也没有怎么好好教 也没有什么 但是呢 也很孝顺 言传身教啊 这个是 整个这个片子里头 包含的各种东西 这个算满满的正能量吗 今天我还在跟这个群里的朋友 在讨论啊 我说这个算满满的正能量吗 其实是啊 其实是 一定要在逆境中 才能显示的出来正能量 对吧 就跟政治化的那个水手似的 你一定要在一片漆黑的天空下 才能显示出正能量来 对吧 才能显示出拼搏 在逆境中的这个成长 对吧 才能才能努力 你要是一上来 就是晴朗的一片天 那那大家就这个奶头乐就完了 你干嘛再去这个拼搏 再去什么 做做这样 跟这种遗憾做斗争 对吧 不要回头看 干嘛要干这些事了 所以一定是在逆境中才能显得出来 这个农村啊 肯定是这种脏脏破破的农村 或者说是这种破败的农村 并不脏啊 那地儿 但是比较破败 比较陈旧 绝不是李子柒的农村 就是在中国有个叫爱莲说嘛 叫出淤泥而不染 但是呢 你一定要有淤泥 对吧 这个咱们现在呢 可能淤泥的这部分就不能给大家显示 社会上都是正能量 没有淤泥 对吧 这条片子呢 能够到现在能够快速的传播起来 没有被任何的封杀 其实也不容易 为什么呢 他其实反映了一定的社会问题 对吧 这些社会问题并不那么正面 但是呢 在这个比如说他里头讲 他二舅说要去 因为残疾嘛 想去申请个残疾证 怎么着都申请不下来 这实际上是暴露了一个社会问题 但是呢 他总的方向是说 我们的民族性是如何如何的 对吧 我们的民族伟大 他在讲这么样一个东西 虽然稍微有一点点小声音 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故事了 哎 但是呢 他这个里头这个民族性的这个里头的不服啊 就是我一直在讲说这个叫王后将相宁有种乎民族性里这种不服气 对吧 这种这种再怎么逆境中 然后再怎么夹缝中 我都可以活出一个人样来 对吧 一个一个学霸 然后这个啊 遭逢大难 然后身前身残至奸 对吧 但是最后也活出了一个啊 让别人能够羡慕的样子来啊 一开始说你为什么不结婚 说我这个这么个人对吧 就能照顾照顾我自己就行了 不给别人这些麻烦就可以了 但是他最后照顾了一村子的老人 这一村子的老人啊 这个生活有任何麻烦 有任何事情都找他帮忙 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 他讲的是这么一个事情 但是后面你说他这个里头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 会不会有人说啊 你这个不够红啊 这个表扬的不够这个大声啊 会不会被被这个处理掉 也难说啊 因为国内呢 有任何的这种内容 一旦被广泛的流传以后 就会到放大镜下 这个东西只要到放大镜下 你很多东西都可以解释的通 对吧 或者说大家就觉得啊 这个事是不是骂我了 那个事是不是影射我了 就中国人有这种 就很敏感很敏感的 有时候这种这种人会找骂啊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在对我不够恭敬啊 我要赶快弄你 对吧 你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世界上第一快乐的人 是不需要对别人负责任的人 大家想想什么人不需要对别人负责任 对吧 这个我们就不去展开了讲了啊 中国有些人是只有权利 没有责任的 这个 这个触动了啊 这个咱们不要讲这么多了啊 这个片子呢 触动了在逆境中千千万万人的心 就是大家现在日子都不好过 但是你想想 你有他难吗 你有他难吗 咱们没有他难 对吧 人家就是看了三天木匠就开始干 剩下的东西呢 就是拆过了他就会修啊 没拆过了他不会修拆过了就会修 然后老头的手也很巧 里头有一段就是把一个这种啊 以前那种放油的那种小壶方的啊 上台提梁的那个小塑料壶啊 前面有一盖 把那盖拧开了以后 一打开是一盒子啊 这等于是这样的啊 一个这样的壶 然后把这个盖拧开了以后 一打开是一盒子 里头都是工具啊 放的整整齐齐的 人家老头作为一个工匠 对吧 他自己有自己这个啊 工匠的这种追求啊 这个东西你看到了以后 你就觉得这个事是一个很有秩序的一个人 对吧 你会觉得很感动啊 你会觉得很感动 哎 哎 但是呢 在这个啊 逆境中吧 这个 这个大家就想 你说我们能比他更难吗 对吧 不能 咱们现在能看我节目的人 或者说能在这个圈子里看的人 可能很多人都润了 对吧 这个大家也是说上过学 在在这个城市里头 就这些人怎么可以去躺平呢 怎么可以去摆烂呢 对吧 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哪怕我躺平摆烂了 我现在失业了 每天在家 录YouTuber 啊 录YouTube 对吧 那么我又怎么样了呢 又怎么样 我也在努力的折腾啊 对吧 虽然这个月的收入不够高 但是我也很努力的在折腾啊 对吧 一一天跟个两条 对吧 一天跟个两条 然后这个万一说错点什么话 还还惹一帮人来骂我 对吧 然后我也我也觉得很郁闷啊 哎 这个是为什么会触动大家人啊 而且中国人呢 有时候在同情 在跟自己身上影射的同时呢 还会有一个心态是什么呢 叫人家骑马 我骑驴 回头看着挑夫汉 对吧 就是叫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这样呢 其实也能够极大的抚平我们的内心 哎 这个 我们啊 在努力工作 像我其实也在努力工作 虽然我失业了 对吧 但是呢 这个我在努力的啊 给自己挣饭钱 啊 不能这个 吃这个老婆的 对吧 这个还是要自己努力工作 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人家有那个大富大贵的 吃的好的 对吧 像因为我包括原来做投资 我身边也很多人啊 这个 突然包括我头大的 就突然他就他就牛了 对吧 人家就上市了 人家敲钟了 或者被收购了 财富自由了 对吧 那我还在这努力的在这录视频呢 哎 那人家骑马我骑个驴 但是呢 你回头想想 这个还有的 没挣到这么多钱的呢 对吧 还有这个人民币 月收入人民币少于1000人民币的这些人呢 我再怎么着比他们强吧 对吧 这个就是我的心态就平衡了 啊 叫人家骑马我骑驴 回头看着挑富汉 那么未来呢 这个就是一旦出爆款以后 一定会有大量的类似文案被开发出来 啊 这个是二舅 那个可能就是三叔 后边就可能是什么 然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可能就会通过这个 这种方式啊 展现出来 然后一个一个的励志故事 是吧 唯唯到来 很平和的这种励志故事 就会慢慢被讲出来 这个MCN机构 我相信 今天晚上 大概从昨天晚上 啊 昨天可能不一定 因为昨天还在发酵这个事情 到今天已经 到处都是文章了 对吧 这个MCN机构 昨天晚上 今天晚上 应该都在加班 加班干嘛 就是把这个文章 这个内容反复看 文字好好地去分析 甚至把它放到这个 自然语言处理系统里边 去进行这种语意分析 和这个什么都去都去做 做完了以后呢 然后去打满了标签 然后去开始写新文案 写新故事 然后开始进行这个流量分析 就是第一 你的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样的 然后为什么会拍成这样 用了多少个镜头 然后去把它给你拆一个底料 对吧 然后在这个里头 到底包括哪些东西 像今天我讲的这些东西 讲的是比较粗糙的 对吧 人家真正职业的 可能就直接把分镜脚本都列出来 然后每一个镜头有多长 然后配的是什么声音 然后是从哪个角度 怎么运镜的 就全都给你拆开了 然后呢 就开始抄 对吧 抄的时候有这个比较粗糙的抄法 就是我们一样再写一遍 对吧 有的呢 可能就是这个 说我们要这个做的更精细一些 然后我们要找到新的故事 然后慢慢再去搞呗 对吧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故事 就会出来 就会出来 这个可能到明后天 大家就会看到 这种我的二舅这样的故事 更多的二舅三舅四舅 三叔四姨 七道姑八代姨 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这种 身残至尖的这种感人故事 就会慢慢的再涌现出来 这中国人就是这样 只一旦有这个一个成功案例 风口在这里 猪上 对吧 就是这样的 这个事情是一个好事情 就是至少他这个还是在很努力的 在向我们尝试传递正能量 有些人说 我不认可是正能量 没问题 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这个看法 这个不强求 而这个事对于我来说 我看了两遍 然后也是觉得非常感动 日子过得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但是呢 人家活得很充实 到底是不是快乐 这个事情 我们不敢替人家去说 对吧 但是人家活得很充实 哎 在如果有更多的这样的内容被拿出来 我觉得还是非常棒 还是非常棒 但是这些内容呢 一定是什么 就是一定是在逆境中出现 好的这种光亮 闪光点 对吧 可能就会有更多的社会负面被爆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中宣部也好 或者是什么这些人也好 就又该紧张了 这个是让我们拭目以待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期望啊 有更多类似这样的节目出来 然后呢 我们也希望 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 也希望这个二舅和他姥姥啊 一个66岁的老人 照顾着88岁的老娘 希望他们身体健康 然后呢 能够继续充实快乐的 生活在那个破旧的小村庄里面 对吧 能够这个安度晚年吧 好啊 这一期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我会把视频链接放到简介里面去 然后帮忙点赞 点小铃铛 参加我们discord讨论群 再见 再见